扎哈维在之前已经参加了九场广州得比了 这是他的第十次得比的上阵 现在上半场比赛开始了 今天广州恒大淘宝队身穿的是红色上衣白色短裤 广州福利队身穿的是蓝白相间的战袍 保里尼尔 控制以后左边渗透李学鹏 传球到中路 塔利斯卡在一瞬 把这边张立鹏上了一个倒三角 打过来塔利斯卡的左脚 这个配合打得非常娴熟 我们看这个配合就是 关键就是在塔利斯卡张立鹏跟张秀为这三个人之间 这个球塔利斯卡拿球之后张立鹏的前叉 我们看啊 然后回座给来到中路张秀为 随后张秀为一脚没有停球 直接敲给了这个塔利斯卡 再一点就是范运龙也好 或者是邓贝莱也好 这两个人都不是一个纯粹型的防守型的中场 对 所以有的时候角色上可能会重叠的 塔利斯卡又打一瞬 这一球进了 上半场比赛的13分钟 塔利斯卡抓住机会在外围 实际就是在中场 富力队对他的限制不够 这脚球打过来应该成越蕾面前 受到了人员比较多 他视线有点受阻挡 塔利斯卡这个球的角度控制的非常好 其实这个球你看从比赛开始这是打到这13分钟 其实于汉超在左路 塔利斯卡在右路多次尝试这种射门 关键还是在后腰这个区 我们看啊 转移之后 这个范云龙也好 或者是这个 邓梅拉也好 两个人没有对这个塔利斯卡更多的陷阱 我们看啊 给他让出了一个很大的空灯 脚球 扫把跑到中楼 头球 稍稍偏出啊 这是江继红 这个点刚才李学鹏好像都没有跳 江继红的头球呢 有意识地甩了个后点 虽然是拉着他 但是没有限制住他起跳 对 那时候难度还是真挺大的 对 这个后蹭 如果真是顶在门框范围内 看门将还很难救 打过来看能不能拿到 高准一线破坏了 还是分离队控制 扫门前 这个球刘电座控制得非常稳 没有让扎下围的横传 形成威胁 曾城受伤以后 刘电座 其实他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几场比赛打下来之后 他是确实是具备非常强的实力 因为这种时候主力门将受伤 对于替补门将来讲 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他还真是见过大场面 因为邓贝莱在福利队中场 也是新赛季引进之后 比较依赖的一个角色 看看这次投球 这是多亏了程月磊的门线上的 一个快速反应 下地非常快 把这球给挡了出来 这是来自冯潇平的投球 这是程月磊的 这个球扑的可是世界级的视频 这次形成了一个前场的一个小组的一个反击 现在福利队中场后腰只回来一个人了 邓贝莱回来了 刘贝莱转过来 塔利斯卡又一球 上下半场各一个 这个球后腰回来太慢了 广州淘宝队2比0领先了 按这种球我们说刚才就是 能前场形成了一次小组的反击 而且也抓住这次机会 上半场我们也谈到过 就是在这个区域 塔利斯卡他的射门质量非常高 所以这种球的话 你给他这种机会的话 很难了 所以作为 人回来但是没看人 你看这种球 贴着力柱质量非常高 另外我们看邓贝莱的防守 我们看邓贝莱的防守 是吧 他如果站两条线路上的话 可能这个球塔利斯卡也打不出来 是吧 塔利斯卡这个球有力量有速度 线路有刁钻 塔利斯卡 就是必须要把这个球传过去 宇翰超在边落 杨立宇这一落 塔利斯卡 这次换到右脚 打了另外一次 程月磊今天已经屡次救险了 这个球也就是赶上了 塔利斯卡的右脚 但是整个配合 首先第一点 我们看这球 杨立宇 这一落 打得比较正 首先第一点 在中场这一下 就不应该让保利尼奥把球分到 另外两支球队在防守的这种硬度 侵略性上 今天富力也做得不如航大 这样最终 克拉登伯格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 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四轮争得当中 广州得比战 广州恒大淘宝队是凭借着塔利斯卡上下半场各入一球 2比0在主场击败了广州福利队 这是广州大淘宝队在主角量卡纳瓦罗的带领下拿到的联赛的最佳开局 也是卡纳瓦罗执教恒大队以来 获得的首次广州得比的胜利